今年的珠海航展对于航空爱好者和军迷们来说可谓异常盛宴,这次不仅有肩负20的亮相,更有令人倍加欣喜的好消息。 肩负10矢量验证机将出现在这次航展上,这是它的首次公开亮相。 它的亮相,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在矢量发动机项目上的成就。 人们甚至可以以此判断,国产矢量发动机已经定型,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离量产也不远了。 本身气动设计极为优秀的肩负10搭配上矢量发动机,可能的表现令人期待。 而作为五代机的肩负20装上的矢量发动机,它的战斗力将更上一个台阶,自然。 肩负10矢量验证机的发动机是不太比得上F-22的发动机的,但是在矢量喷管上,它的档次已经超过了美军的F-22。 那么,矢量喷管都有些什么方式?验证机的矢量喷管又厉害在哪里? 最简单实现矢量推力的方法,是依靠燃气垛。 只要在发动机喷管处的燃气垛稍微偏软一点,就能使导弹做出高过载机动。 然而,燃气垛有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对工作部件的损耗太大。 对于飞机来说可靠性实在太差,也只有一次性使用的导弹适合这种技术方案。 这种方案衍生出另一种矢量推力方式,矢量偏流板。 这种方案虽然技术难度较低,但是缺点很明显,工作效率不高,而且推力损失很大。 目前,这种方法没有任何一款现役战机采用。 美国分别为F-22和F-35准备了一种矢量推力方案。 其中,F-22采用的是增加死重且损失小部分推力,但是更为成熟可靠的二元矢量喷管。 这种方案有一个优点,是隐身性能更好,但是别的方面就不怎么出彩了。 F-35因为需要短距离起降或者垂直起降,采用的是湿程亚克-41的三轴程旋转矢量喷管。 它将三段喷管做成三角尖面,通过齿轮连接旋转即可调整偏转角度。 由于这种方案密封性较好,它基本上不损失推力,但是只能做到上下偏转,不能全向偏转。 俄罗斯对F-22的矢量推力方案进行了实验后,为了克服其固有缺点,发展出了轴对称推力矢量方案。 这种方案看起来比较复杂,实际上原理很简单。 俄罗斯人直接在发动机喷管尾部增加了一个关节,以实现上下偏转。 不过这种方案对材料、工艺上的需求很高,而且仍然在发展期,所以可靠性不高,设备完被帅较低。 至于中国,着力发展的是矢量喷管的终极形态,全向矢量推力,即TVC。 这是一种基本不会浪费推力,而且可以灵活提供全向矢量推力的方案。 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国家领导人视察矢量推力发动机工程的报道,这说明我国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 这种发展方案,也是立足于当时我国航空发动机推力不足,难以承受浪费推力的方案的事实。 同时,开发团队立足长远,决定直接公关最先进的方案,争取一步到位。 后发先是,正是这种高瞻远瞩,才造就了装备在肩负石上的最先进矢量发动机喷管。 2018年珠海航展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此之前很多军迷关心的都是这次航展上会看到哪些中国空军的先进装备。 据说,这次肩负20隐身战机也会亮相本次航展,不过,它恐怕也不是来做静态展示的,有可能会出现在空中表演环节。 另外还有肩负10B战机,这次估计也会出现在珠海航展上。 这次的意义可以说万众期待,世界瞩目,因为它目前是中国首款装备矢量发动机的国产战斗机。 如果肩负10B能参加珠海航展,这也是继它在2018年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完成首飞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对于战机装备矢量发动机,以下要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通俗讲,矢量发动机就是一种尾吞口可以向不同方向偏转的发动机,借它的偏转给战机带来不同方向的推力,这样就会让战机具备更强的机动能力。 就目前来看,全球也只有中美俄三国能造出矢量发动机,而其中当属俄罗斯的技术最为精湛,当年苏普27在巴黎航展上做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动作,靠的就是矢量发动机带给的它匪夷所思的机动性。 眼镜蛇动作之所以难度高,是因为它可以让战机及刹车处于失速状态,机头抬起角度达到110-120度,最终导致机身向斜后方竖立,机尾向前,机头向后翻起,就像眼镜蛇一样。 如果战机能在空中做出这种动作,就意味着在两栖格斗时,它将很容易占据上风,通常战机要绕到敌机后方,必须通过快速运回或者反来完成,这是必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角度,更何况对方战机也不是静止的,等着让你来摇尾,所以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难。 然而,当战机可以完成眼镜蛇动作时,这种急停不仅可以让敌机冲到前方,而且还能增加战机的攻击角度和范围,向上或后上方攻击,当然,战机想要完成眼镜蛇动作,也不仅要依靠矢量发动机,还有战机结构,可靠性以及飞行员技术等等方面的要求。 不过,总的来说,目前也只有矢量发动机能给战机提供如此优异的机动性,而肩负10B也就是中国首架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的战机。 如果它能在珠海航展上完成眼镜蛇动作,那就说明中国不仅在矢量发动机研制技术方面已经逼近美额,而且在战机可靠性和飞行员技术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 另外,矢量发动机在肩负10B身上的成功运用,对中国提升肩负20战斗力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军迷都知道,目前美国F-22和俄罗斯苏-57都已经配备了矢量发动机,它们的机动性也因此很强,而中国矢负20当下只能依靠反转尾翼来增强其机动性。 相比较矢量发动机而言,要做出一些高难度的格斗动作还是略显吃力的。 当然,如果肩负20能换装矢量发动机,那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现当今的世界格局之下,很多国家都是依靠现当代科技发展来提升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 这也就相当于说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上面有更多的话语权,那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 对此,这些年我国也是不断在发展自己这方面的技术。 最近听说中国又有大动作,中国引力全球仅一台的世界级装备,每日这下坐不住了。 究竟是什么装备呢? 让小滴带你来看一下吧,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研究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一般都是为自己本国所用的, 很少国家会把这种科学技术分享给他国。 我国在近年来辛辛苦苦的研究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国研究出了一台世界级的装备全球仅一台。 有媒体报道,中国最近已经攻破了核聚变设备运行超过100秒的技术难题,这可谓是中国研发史上最强的反应堆。 其实这也就是核聚变技术,这项技术对于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一旦研究完成,无论这对于我国的航天事业还是各种高端技术产业都会有助很大的帮助,还会大大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 最后小编想说,假如说像研究成果完成,将会对全球的能源使用和发展上面有助一个很大的改变,看完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分享,众所周知,火箭发射后会在高空实现节节分离,最后因动力不足而坠落,成为废弃材料,所以一枚火箭发射过后,是无法进行回收与再利用的。 但在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火箭发射也有了新的变化。 据《环球时报》11月1日报道,日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旗下的航天智能技术创新中心,针对运载火箭垂直回收项目进行了一次技术验证。 只见一枚火箭升空,后又稳稳地垂直落回了目标地点,圆满完成了此次技术验证。 现场科研人员兴奋不已,专家表示,这又是一次重大突破。 要知道,火箭发射后因惯性等原因不再受控,要使一枚发射出去的飞弹返回并垂直降落地面,需要对其轨迹进行精确的规划,并进行高精度的相对导航与制导控制,才能实现运载火箭的垂直回收技术。 而在这项技术领域,中国不是首创,美国再一次走在了前列。 在今年的2月7日,埃隆·马斯克带领其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甘乃迪航天中心进行了一次火箭发射,将一枚重型猎鹰运载火箭升空,并成功完成了两枚一级助推火箭的完整回收。 但中国紧跟起上,展开了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很快取得了初步成绩。 这也中国再次突破了西方技术封锁,站在了世界前列,为拥有完整的火箭垂直回收技术迈出了第一步。 一旦成功,将助力中国航天发射器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由单一航天运输向航天运输与空间操作相结合地跨越。 值得注意的是,在火箭垂直回收技术领域,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美国也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猎鹰-9发射 并成功回收后,需要进行翻修。而没发射一次之后,翻修成本就会随之增长。 目前SpaceX表示不会再发射这枚回收过的猎鹰-9,而是研究经过两次发射后的火箭受损程度。 从我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从能独立发射火箭,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卫星系统,再到能独立建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并实现各项技术的升级与创新。 才造就了中国今天的航天事业,成为继美俄之后的比赛。